非但從聽而降 隨著一聲巨響 眼前的建築物瞬間被炸成廢墟 場面觸目驚心 以色列軍方22號呼籲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部郊區的 居民撤離 不久後就發動空襲 造成不少平民死傷 以軍稍早還聲稱 已經連夜襲及多個 真主黨的武器儲存設施 以及指揮中心 其中包含位於貝魯特的 一座重要海軍基地 那一方面黎巴嫩當局22號表示 以軍前一晚對貝魯特南部 拉菲克哈里里醫院周邊發動空襲 造成數十人死傷 而這家醫院是黎巴嫩境內 最大的公共衛生機構 讓外界質疑以色列為了取得勝利 正在不擇手段的狂洪濫炸 3D新聞新聞報導